他们说我病了我是没用的我退去了我荒唐的锐气 我保管着我受计的委屈 我抵挡着猎人手中的凶器 他们说我不行我是晚成的大戏 巴特勒大戏晚成 首轮三十顺位 被公牛选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训练 让他慢慢出现在人们眼前 他在公牛创造的记录不是什么得分和篮板而是一 次次超极限的出场时间 一步步扎实的努力 让他慢慢从屁股打上来首发 从防守中宅到攻防 一体在球队领袖罗斯商退 之后他又扛起球队顶峰弦行上天 是不会辜负所有努力的人 他开始证明自己的 价值从公牛到森林郎 他已经不是那个青色的少年球场上的历练 已经让他对胜利的 渴望更坚异森林郎一支充满天赋的队伍 也是他特别渴望的一支队伍 有年轻人的的 方就有活力谁知这支球队 让他一次次的失望在球队矛盾 公开之后他重新回到球队 参加了队内训练带领替补补队员 狠狠地暴揍了首发队员 因为他彻底受够了在球队训 练结束之后巴特勒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透露了对抗赛比赛中的一些细节 他直言 我上场之后唐斯对我说 任何人都可以做和你一样的工作 然后他回应道 那有种你过来每次你队位 我的时候只会选择传球 什么都做不了 这一段对话足以报 那他们之间的矛盾 唐斯在进入联盟之后表现出很好的天赋 但是球风偏软一直以来 是很大的诟病他对于任何巴特勒的挑衅 无疑是给自己找不痛快 巴特勒针对的还有 另一名球员就是年仅23岁 就开始打养胜篮球的维京和这兄弟 同样也不缺天赋 但是年纪轻轻就开始打养胜篮球 在球场上插腰不出力手里 拿着一元的合同表现 确实是睡不醒的状态 而且对自己的球队的胜负更是 看到开尔他们身上所有的令人羡慕的天赋 也正是巴特勒身上没有的 所以他为这些年轻人感到痛惜常规赛 马上就要开始了经过惊吓的羞涩期 他的交易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斯琳琅的漫天要价 让很多球队忘而却步 今天巴特勒把所有的不满事放出来 挑衅队友教练和管理层对着球队经理大喊 你们TLMD太需要我了没有 你们就试一坨师 他带领球队板斗末端的球员战胜了 常规赛轮换球员比赛结束后 他直接离开了球场在场的很多队友 感受到他的激情巴特勒贼后 承认自己对于队友的态度太过严格 但是这也是从唐苏的挑衅开始的我对 他太严厉了嘛 是的 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不是球队最有天赋的人 谁是是唐苏是维金斯 但是我是最努力的 我每天全身心的投入 就是要让你们意识到我的存在 话说为什么巴特勒这么硬 据传言 他可能有一个神一样的父亲 完成的大戏 巴特勒挺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